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科技网站CNET报道 微软Windows Phone阵营可能出现新的合作伙伴 据传向来只专注于开发Android平台系统的日本索尼 考虑在今年中推出Windows平台智慧手机 若传言属实将为行动产业带来冲击 据了解微软为了吸引其他手机厂加入Windows Phone阵营 以调降软体授权金 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 日本央行在2014年将把目前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保持不变 并表示虽然4月将上调销售税可能给日本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但仍预期日本经济将持续复苏 美国化妆品巨头陆华农日前宣布 由于业绩不理想将撤出中国市场 同时裁员1100人约占全体员工的15% 陆华农在1996年进入中国市场 2012年在中国的销售下滑 此势头延续至2013上半年 公司将原因归咎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导致消费减少 财政部长张胜和周四在立院表示 房市泡沫十大指标已有六七项超标 如房价所得比过高 租金报酬过低 房贷占GDP比重等都已在警戒区边缘 张胜和表示房市的泡沫不断吹大 就像黄色小鸭 太大压力不知何时会爆破 呼吁民众不要盲目买房 新唐人和电视这里报道